李长寿即将出发前往玄都城前,昆仑山,常年不散的酒宴上。 杜鹅道友,你这有没有消息? 怎么这几年鸿蒙紫气之事传得沸沸扬扬,搞得跟真有鸿蒙紫气要现实一般? 这,平道还真没得到什么消息。 杜鹅真人谦逊地笑了笑,谈了谈这身讲究道袍的经文领经, 扶了扶手中讲究的扶尘,又端起讲究的坐姿,笑呵呵地回答着。 平道也不是什么消息,都能听到,主要还是天庭那边,平道的熟人对此也不知情。 提到天庭,周遭一只只耳朵,顿时竖了起来。 有老道问,天庭当真没消息吗? 怎么这传闻,好像都是从火云洞附近传出来的? 杜鹅真人抚恤摇头,侧旁自有道者接话。 嗨,平道有个好友,昨日刚从火云洞看热闹回来,那火云洞周围的异象压都不压住了。 明显就是第八道鸿蒙紫气第九旅要现世。 占了其他八旅的八位人皇都在火云洞中,有这般异象实属正常。 火云洞周遭九朵九瓶彩莲,已是即将花开。 第九旅鸿蒙紫气现世,应该就在百年之内,甚至时日更短。 看大火,分析得头头是道,杜鹅真人不由在旁问。 这些消息,都是从火云洞听来的。 哪里是听来的,平道亲眼所见。 杜鹅真人面露恍然,皱眉看了眼天空,嘀咕着。 难不成,这事是真的? 怎的平道在天庭打探时,都是一问三不知。 众老道眼前一亮,稍后的传言,瞬间又多了几条。 若让平道来看,咱们也莫要心挂着,这鸿蒙紫气了。 那不是你我能碰的宝物。 道门那么多高手,天地间这么多大能。 你我不过是长生安乐仙,若是卷入这般漩涡,白芒活还算罢鸟。 要是化作劫灰,可就真没地方哭去了。 不是还有传言说,天机所险,这第八道第九旅鸿蒙紫气,将归道门功劳最大的二代弟子。 莫非是天道直接赐下,赐给那位太白新君? 太白新君啥功劳啊?能直接得逞圣机缘? 辅佐天庭,还不是大功吗? 弘扬道门,那不是大功吗? 还有那道门不战之约,不也是太白新君李长庚一手促成的? 道祖毕竟是道祖,心里啊,终究是向着道门的,隔带亲着呢。 莫多提了,莫多提了,天道注视着你我。 罢鸟,此事与咱们无太多关联,不过看得热闹。 罢错,罢鸟。 鸿蒙紫气。 太白新君? 杜饿真人抚须皱眉,略微私寸,总觉得这里面透着几分不同寻常。 今天太并非单纯过来闲聊。 自从成为天庭宣传员,洪荒广口评,他连续放出了众多大新闻,此时一举一动都会被解读为天庭的态度。 杜饿真人之所以外出,是早上接到了天庭一份传新玉符。 玉符的内容很怪,就是让他外出活动活动,多听听,多看看,但外出半个时辰后,就由自己托正纹前来。 如此细致的安排,很有可能是出自新君大人之手,也不知具体有何深意。 师父!你又出来喝酒了。 呼听一声呼唤自山下传来,杜饿真人站起身来,对着各位老友做了个道医,笑道,徒儿寻来了,平道这就先回了。 真人怎么刚来就要走?真人你可要给你这些老友透个话,红蒙紫漆是不是真的? 杜饿真人看着周遭俱来的身影,叹道,平道当真不知此事,而且,就算知道此事真假, 又能如何?天地间大能这么多,更何况还有道门高手。 鸿蒙紫漆若真的现实,那也是天道放出来的,各位定要当心才是。 杜饿说话间,那风度翩翩,英俊潇洒,见眉心目的青年道者, 已驾云到了半山腰酒宴处。 这青年道者先对酒宴处做了个道医,又对杜饿真人传声道, 师父,您该回去了。 天庭那边不是有话,让您少喝酒,最近几年少,外出走动。 这青年道者,自是正伦。 此时这正伦不过真仙之境,毕竟刚转世修行还未太久, 但他的身份,早就被杜饿真人守口如瓶了出去。 杜仙门掌门既无忧转世身。 天庭太白兴郡曾经的掌门大人,由太白兴郡亲手安排地转世。 走,走。 杜饿真人摆了摆扶尘,笑呵呵地站起身来, 回去,这就回去,为师可没喝酒,也没对外乱说什么话。 正伦苦笑了声,面容还算淡定,演技发挥正常。 一看就是轮回时,孟婆仙然的手又抖成了洪荒帕金森, 一口汤也没剩多少。 此时,他已找回了前世记忆。 带杜饿真人驾云而来,正伦低头跳到了师傅云上, 一同飘远,只留下后面一群老中轻炼气势, 一个个面面相去。 有问题,这里面很有问题。 天庭有意传播的消息,真假难辨, 但肯定是对天庭有利。 天庭不想传播的消息,对天庭自然不利, 但九成九是真的。 有老道小声嘀咕,莫非, 那鸿蒙紫气不是直接赏赐给太白新军? 而须天庭出手抢夺? 一瞬间,整个酒宴就活泛了起来, 虽无大声喧哗,却有暗潮涌动。 长寿师兄可听闻了那鸿蒙紫气之事? 天庭,远水神府,那风景雅致的后院, 一男一女并尖行, 深周有一层无形的结界, 宛若毛玻璃般, 却是恢复了青年面容的李长寿, 以及身着长裙的有情悬崖。 李长寿刚准备离开太白宫, 就得到了有情悬崖的传信, 赶过来与他相见。 本以为是他在天庭待得有些厌烦了, 想找自己谈谈心, 上上课。 怎料, 李长寿开启先例结界后, 有秦玄雅直接问出了这般问题? 真, 措受不及。 你也听到传闻啊? 李长寿含笑反问。 嗯, 有秦玄雅道, 如今天庭各路仙神议论纷纷, 言说这第八道第九旅鸿蒙紫气即将现世, 应该是给师兄你的。 李长寿含笑摇头, 言道, 天道的心思, 我可不敢万猜。 心底却是按道抱歉, 担心此时交谈会被旁人听去, 有关这次算计, 他对有毒也不能吐露半点消息。 有秦玄雅问, 那这次师兄把握大吗? 还可以, 李长寿道, 不过一切也都是未知之术, 这鸿蒙紫气, 全看与我有缘没缘了, 可有我能相助之事。 有秦玄雅面露正色, 定声道, 便是为师兄上刀山, 下火海, 玄雅义不容辞。 李长寿, 那要不要在这里摆个相岸, 拜个霸子? 不过, 这也是他一份心意, 李长寿心底总归是暖暖的, 笑道, 你在天庭安稳修行就可, 这些事不必多操心。 对了, 玄雅你怎么一直没去小穷风看看? 灵娥央着出来找你玩耍, 都被我罚了十多次了。 有秦玄雅正了下, 反问道, 我可随意去小穷风吗? 李长寿笑道, 有何不可? 他小声道, 那里不是太白宫的后院, 你是我同门师妹, 又是我知己好友, 杜仙门当属你与小师叔, 与我们师兄妹最亲近, 谁还敢来你不成? 李长寿心底暗道一生就知如此, 在秀中拿出一叠纸道人, 叮嘱道, 这是最新做成的纸人化身, 比之前实力提升了许多, 你随身带好。 最近百年天宫戒备森严, 你一直闭关修行, 无法外出斩妖除魔, 心底怕是有些郁闷, 那太白宫你尽管去就是, 若想去天庭哪里走走看看, 可直接将我纸道人拿出来, 定不会有人敢阻拦。 嗯,有秦玄雅将指人收入手链, 略有些欲言又止, 巧目固盼, 话语迟迟。 唉, 李长寿缓缓叹了口气, 天庭渐渐步上正轨, 统一的天地越发广阔, 神权等级越发森严。 这不是师兄一直在做之事吗? 有秦玄雅美目中满是亮光, 说起这个反倒是来了精神。 师兄你关于天地人三界之构想, 关于那人灵仙妖魔鬼的生灵划分, 都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秩序。 此时更是亦有诸多成效, 那南善步骤之中, 妖魔绝技, 仙人不敢轻易涉足, 凡人安居乐业, 不为仙人欺凌。 三千世界中, 势力初步明朗, 虽此时在大劫之中征伐不断, 但可以预见, 一旦大劫消散, 天庭势力必将凌驾于三界之上, 将这般秩序带去整个洪荒天地。 等闲长生仙, 所谓洪荒大能, 哪怕做成其中半件事都能算功成名就, 师兄却用数百年时间就安排好了这一切。 师兄! 李长寿伸了个懒腰, 笑道, 看你说这些时眼里都带着光, 可是喜欢在天庭做天将。 嗯,嗯, 有秦宣雅轻轻点头, 背着手轻盈几声, 明显比刚刚活泼了许多, 只是觉得, 在这里做事, 是能为天地苍生奉献一份力量。 此前宣雅迷茫不知所措时, 是师兄点醒了我, 此身愿为正义故。 而且, 他目光看向侧旁, 嗓音压到最低, 小声嘀咕了句, 天庭还有师兄。 李长寿笑道, 若我有天离开了天庭, 你该如何? 友情玄雅秀眉轻咒, 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怪我, 这问题对你来说太过为难了些。 李长寿轻笑了声, 正则道, 能追寻自身理想, 其实是一件蛮不错的事。 洪荒天地无比凶险, 若这生存权得不到基本保证, 这是此前最突出的问题。 但, 天道运转, 大道无常, 当天庭兴起, 如今最突出的问题迎刃而解, 到时, 却又会有新的问题, 成为主要矛盾。 正道并非一成不变, 同样取决你的立场, 但信念不应有变, 你要去保护的, 并非世上的弱者, 而是心底的那团火焰。 有秦玄雅正中的点点头, 师兄, 我明白的, 好了, 我还要去忙一些大事。 李长寿下意识抬手, 拍向有秦玄雅的肩头, 又在他肩上三寸堪堪停住, 这纯粹是鼓励变装他们, 鼓励惯了。 有秦玄雅目光有些疑惑, 尝试着歪了下头, 试着将脸颊主动凑过去。 李长寿灵机一动, 手中多了一只有守护原神功效的鼻律欲坠, 用仙力黏在他那宛若半透明的耳垂上。 一件小礼物, 走了。 有秦玄雅经理轻笑, 丝毫不觉刚才的动作有什么不对, 还纳闷, 为何长寿师兄离开的背影有些匆忙。 对了, 李长寿已踩云升空, 却又转过身来, 对他笑了笑, 传声道, 你是被我安排来的天庭, 若在天庭呆得逆烦, 或是觉得哪里不如意了, 可随时回来。 有秦玄雅轻轻点头, 对李长寿做了个道医, 助师兄齐开得胜。 李长寿含笑摇头, 身影化作一抹红光, 顿去了灵霄宝殿。 这鸿蒙紫气, 都是他参与制作的, 夺他作甚。 外出稿事, 自然是要带玉帝陛下的化身一起, 多少能有点参与感。 三日后, 火云洞附近, 李长寿与玉帝化身全铜躲藏在暗中, 注视着那片大则各处的异象。 宝莲朵朵战彩霞, 青云片片皆天穷。 不只是火云洞之外, 火云洞内也是颇为热闹, 毕竟按李长寿的要求, 做戏就要做拳套。 方圆千里内分外热闹, 不少炼气使赶来此地观摩, 以天仙境为主, 但其中混杂着不知多少大鱼。 李长寿与拳洞对视一眼, 两人悄然离开, 造势一切顺利。 两人做了个请的首饰, 暗中离开了火云洞附近, 朝天外而去, 又在数天后, 抵达一处开造于虚空中的大阵幻境, 与金翅大鹏鸟会合, 接上了此前回返临天殿主持大局的白泽, 一同赶往玄都城。 全洞笑道, 如今也算大事已定了, 也不知那鸿蒙紫气能否骗过昆蓬。 陛下, 李长寿笑道, 为了稳妥起见, 除却鸿蒙紫气之外, 我还准备了另一只鱼钩, 若此次算计不成, 可立刻启动后备计划。 哦? 全洞纳闷道, 这也能有后备计划。 长登你跟昆蓬, 什么仇, 什么愿, 也没什么仇愿。 李长寿笑道, 其实这计划也算是意外之喜, 便是小神此时安置在太白宫中的那四只天魔。 一切英媒文化开始, 天魔一变化作了最为纯净的生灵。 造化天魔的道则不全, 故天魔大多都具有毁灭倾向, 而这般异变后的天魔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满心都是拯救与保护。 这也是好事嘛, 全洞笑道, 别总是天魔天魔地喊了, 给他们起个心灵吧。 李长寿温声道, 若是陛下能赐名, 那自是他们的荣幸了。 他们本是天魔, 化作这般仙灵, 不如就叫他们小魔仙一族。 小! 李长寿竖了个大拇指, 借此表达自己心底那滔滔不绝的钦佩之情, 赶紧把话题都回正式上。 小神长话短说, 没文化他们可以威胁到天魔尊者。 而根据小神得到的各类消息推断, 昆鹏能在混沌海中获得灵力, 靠的就是吞噬天魔尊者的分身。 咱们只要出手对付天魔尊者, 昆鹏再生性博良, 也不得不现身救援。 只不过, 这个后辈计划风险较大, 要深入混沌海, 也不知会遭遇什么困境。 善! 全洞面露感慨, 赞叹道, 论谋划之深远, 长庚当属圣人之下第一人。 说起这个, 小神倒是隐隐有些担心。 李长寿看着前方虚空中 那不断闪过的光斑, 西方较若是故意砸场子, 也会有些麻烦。 他们还能怎么砸场子? 全洞笑道, 总不能散出消息, 说那鸿蒙紫气定然是假的。 但愿如此, 李长寿笑道, 他们若是也对鸿蒙紫气感兴趣, 自是不想让太多人出手, 这样他们的机会能更大一些。 若他们这般去散出消息, 反倒是好事一件, 直接增加了此事的可信性。 小神担心的, 是他们突然灵机一动, 搞出点出人意料的大事。 哦? 全洞似懂非懂, 但很快就做出一副 眯眼含笑的表情。 上位者的通用技巧, 与此同时, 临山脚下。 那有些微胖的道人 站在阴影中, 嘴边带着常年不散的笑意, 对面前行李的十多道身影, 淡然到了剧。 就按频道刚才说的, 最快散出去。 那鸿蒙紫气, 不管是真是假, 八成都有天庭的算计, 频道最喜欢做的, 就是不让天庭如意。 记得小心行事, 不要走漏风生, 频道后续, 还有诸多安排。 以文静道人为首的众高手, 其声答应。 混沌海, 距离洪荒无比遥远之地, 那无法衡量其大小的庞大身躯, 被一团团黑影拥簇着。 那张如深渊般漆黑的大嘴, 缓缓张开, 将无数黑影吞入腹中。 一缕神殿传来, 主人, 您真的要去洪荒吗? 这说不定是陷阱, 他们最是狡诈。 昆蓬那双鱼眼, 缓缓睁开一条缝隙。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他们, 留不住我。